你内心里面要尊敬对方 如果敬爱于他 而且要称赞他 这个人 每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的 每个人都有的 但是我们多称赞他的优点 多回向他的缺点 所以以德而称赞 他德既称赞乃是自敬爱 那你越称赞对方 你就是越爱护自己 为什么 那你的慈心悲心才会强 你越批评对方 你就越损福报 你的批评 然后就变成称赞心越来越强 所以当发菩提心 为一切友情 令得诸快乐 云和称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你欢喜 进一步愿意跟你修行 接受你的劝话 那对方也会让你 保护你的佛性 让你的功德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要应当发起菩提心 为一切友情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观修 愿诸有情 得乐即乐因 愿诸有情 离苦即苦 你要做这个慈悲喜舍 事无量观 不是嘴巴念 那你要关心整个板桥 整个台湾 所有老人院 所有人类的地方 愿好的更好 愿有战争的化解 他们快战争了 骂来骂去 赶快 欧欧山都来 接受沙坡 赶快给他回下 只要有人又要骂了 各位要 不吃甜汤 就是那个水加一点 蜂蜜加一点糖 念甘露醉 啥啥啥啥 两个就骂得少一点 不会有口舌问题 了解吗 不然这个文功武贺 寻举到了 对不对 国与国之间 党与党之间 人与人之间 生意生意之间 都会有这些问题 口舌问题 那你就要 一直替他们不思 替他们不思 所以令得诸快乐 我们发普离心 是要让众生快乐 怎么可以生气呢 有没有道理 云和称有情 我就要让所有众生 得乐即乐因 离苦即苦因 那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 改变方法 你对我不好 我就称赞你 好不好 称赞你 等你对我 相信我了 我说 但是 这样可以 但是要善言 要身柔软 要有慈悲心 你不能马上 只有一种人可以讲 那是可怜的师父 他们叫我师父 我就很可怜 我就要找他的缺点 希望他进步 我像个医生一样 我必须告诉你 你哪里痛 然后改 因为我们要做个法师 你要去引导众生 那你就像干训班一样 对不对 你必须要经过磨练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我今天 你叫我师父 我不讲你缺点 那是我自己缺德 我自己犯戒 所以佛经说 该说的要说 那是针对 因为你叫我师父 我才必须说 但是一般呢 我们就不这么说了 不是说了 也要说了 悲心为出发点 十二 你讲 清净功德福 合葬而不惑 得以致不受 如著称修行 为什么清净的功德福报 有什么障碍 你会得不到呢 没感应呢 而且就算你去做了 这个功德 自己就好像没有感受 为什么 如著称修行 就是说 我要修行 但是我又要生气 人家是著词修行 你是著称修行 贪也不行 称也不行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再爱生气 好不好 下回进来 不孝的不能进来 你要发心的 进来发心 我如果生气 我马上掉到地下室 可以 我们就把你关在地下室 关一天 让你听得到 看不见 那你要去忏悔 各位 如果你关一天 乌七妈黑人 你就会去忏悔 对不对 关紧闭 不然你不想改 你下回还是这个问题 称恨心 也来自于傲慢 傲慢 我觉得我对 你错 我觉得我知识比你高 比你懂 那你就很容易骂人 就像老师父 那些世间的做机器的师父 师父要骂徒弟 对不对 老兵要骂菜鸟 世间法不能拿到佛教来用 大乘佛教最忌讳你称恨心 因为你称恨心 你的不思词戒功德都没有了 你还有福报帮助众生吗 就没福报 没福报就帮助不了众生 也不能开智慧 所以第十三 念一下 烦恼之恶沟 千人不自在 犹如地义族 职人入汤祸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贪嗔吃这些傲慢嫉妒的烦恼 那就是一个不好的恶沟 那把你 有没有看过猪啊 被灌了那个水泥以后啊 灌水 然后就用这个 对不对 勾着 然后让你不能排 然后他怎样可以多赚五公斤的钱 非常痛苦啊 所以烦恼这恶沟千人不自在 犹如地义族就像地狱的这些鬼王 硬把你拉到这些称惠之汤 称惠之火让你烧啊 煮啊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做地狱族的努力啊 只要你会生气 你有贪嗔吃 你根本做不了菩萨 那你就要下地狱 而这个地狱按照什么叫勾呢 这个人从酒楼跳楼自杀 无常大伟每天用铁勾抓着 弄到酒楼然后再把他推下来自杀 每天每天一直自杀 因为这是一个夜 夜会让你轮回 所以一个念头会让你轮回很久 你要一直思维 太恐怖了 一个贪的念头 一个撑的念头 它会让你很久了 但是如果不让你受这么大的苦 你下辈子还会犯 我这辈子下地狱一百九十一年 因为生气造了恶业 下辈子来就乖乖了 吓坏了 一百九十一年的潜意识在受苦 一点都不敢犯那个错 那没有这么苦的这种 但是各位现在在人间有佛法的加持 你要断除贪嗔痴 很容易 特别佛法的加持 发起菩提心 横一下就断除了 但是如果你下地狱来消业障 那可苦了 所以世间有很多人被虐待 感情受苦 身体生病 那种业力 不是说死了就算了 那下辈子还要五百次受生病的苦 除非他碰到佛法 他也有忏悔 所以陈波切今天特别强调忏悔 如果你一直修福报 你不忏悔 还是保持诚恨心 那你一点也没办法进步 所以第十四 等一下 如来疾于法 于有情平等 尊重于佛故 尊有情亦然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以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那对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 佛陀没有爱这个恨那个 佛陀讲法是像如太阳普照大地一样 所以我们尊重佛的人 也应该以尊重佛的方法来尊重众生 因为佛就是在佛跟法 对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尊重 也愿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了 那既然我们学佛了 千万不要 就像各位我们刚刚在念功德 有人捐一百万十万 那不是说要表现高低 而是我们从内心随喜 但是我们也不会说特别特别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逢迎八戒 这也不需要 因为佛法的基本 还是要达到 对对方有悲心回向 第十五 大义与有情 持心而供养 发心如佛福 如佛福可得 如果各位发起大义是什么 就是发大心 这个义是一种愿 我愿意普渡众生成佛 发大义与有情 所以从今天开始 以持心而供养众生 希望让众生欢喜 那发心如佛福 那我们发起这个伟大的菩提心 就像有佛的福报一样 所以将来佛的福报 功德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发心要像佛在修福报 也可以这样解释 将来你可以得到佛的 不失持见 忍入了功德 世故佛法行 佛有情平等 佛无所平等 功德还无边 所以我想我们 实践佛法的修行的 那佛 对佛跟对有情要平等的去供养 所以 因为佛是无所不平等的 没有分别的 那你所做的小小的一滴水 都变成大功德 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不失一滴水给小鸟 小鸟就变成大棚金翅鸟 这样啊 如果你用一种平等心悲心 供养一颗米 点一只香 供一个花 能够以对佛一样的去对待有情 把有情也当作佛一样 去平等心的去供养 那你所做的一点点功德 都是功德还无量 念一句阿弥陀佛 说供养所有诸佛 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所有六道众生都成就佛的功德 都往生净土 要这样去念 第十六 我们念最后一句 来 无病复端严 快乐而尝命 富贵做伦王 师皆从忍得 各位要不要无病阿 要不要长得漂亮阿 要不要快乐阿 要不要尝命阿 要不要富贵阿 要不要做大国王阿 要 要 要就不要生气 要 一切都是从忍辱的来的 这是讲的是世间的福报 向好庄严富贵自在 那这是从修忍辱来的 那各位你要修忍辱 你要告诉你自己 好 你慢慢修我 这七天 不管谁骂我 老板骂我 老婆骂我 我都不生气 这样你要开始念习 那你要给自己这个机会 你不要说不行 到那个阶段 我就忍不住 七天便四十九天 八关在戒时有一天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延伸 整个七月份都不要生气 各位你 九月十七上 供佛再生法会 可能现场太乱 安排没有 你也是静静的 对不对 不要因为这发表 为什么我有便当 他有便当 我没便当 如何如何 随缘吧 因为你决心要修了 特别你发一个菩提心 要修的时候 这些魔就来干扰你 因为他不希望你修 他希望你赶快放弃 他不希望你有福报 他会破坏你 所以佛陀对魔都还是修慈悲心 念一下 那么不动如来 诸缘不动 无称大悲 普度众生 永离山途 得生妙 向好庄严 所以 普通佛 要 学他这样 各位你要做个决心 所以有 我们最近的办短期出家 经常要办 但是利用这个时间来修 修菩提心 然后呢 消除各种的贪嗔痴 但是各位你部分在家出家 你决心做一个菩萨 就不要骂人 我又没骂 因为你在骂人 你都不知道你在骂 你的口气很不好 你都不知道你这个口气就伤到人了 对不对 你已经习惯了这种口气 这种眼神 这种指责别人的方法 让众生不欢喜 那你自己福报不过了 我就开始生病了 开始麻烦就来了 好 后面就不讲了 不过把它念完好不好 免得我这样整理老半天 后面这句话也很好 我看是念一下 来 第十七 我今奉事于如来 同于世间诸仆从 众人足掏我顶上 受之欢喜而同佛 世间一切见能做 以悲悯故无有碍 见此一切无比赦 彼如是遵谁不敬 如是为奉于如来 如是为自立成就 如是为除世苦恼 如是我今乃出家 出家代表什么 这一点要做到 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我今奉事于如来 我们今天供养佛 你看跪啊拜啊跪啊 共不共敬 同于世间诸仆从 这是我们对佛的闺命 那同样我们这样做要怎么样 所以从今天开始 众人足掏我顶上 你今天你最脚最臭的 但是他在我头上 我也像供养佛一样 各位你晚上睡觉佛来 踏你的头上 你可以拜到天空我告诉你 结果你老公一只香港 叫你放在那里 你把他抬给死 抬到天空 你这臭脚干嘛放在我头上 差很多 那你就没有在学佛 学佛是你怎么供养佛了 别人对待你就是佛在加持我 众人足掏我顶上 受之欢喜 哇 谢谢你加持我 就像佛加持我 各位你要有这个平等心 所以世间一切见能做 你叫我扫厕所 下回参加八观再见 先去扫一个厕所再来 清完一个马桶才坐前面 你要开始去做这些 你不能说高高在上 我怕垃圾啊 我们出家都是磨这个 扫水锅洗碗 洗碗还洗不干净的 被骂得要死 洗筷子 没错我带你坐下 带你坐下 原来出家是在洗这个 那你就是修行啊 没叫你洗内裤不错啦 对不对 你叫丢给你你也要洗啊 什么都可以做啊